我們是母女 母子 母女 母女 母女還是母子 浩生 母子 母女 如果是母女會不會更好看 如果你在裡面男扮女裝的話 玉琳哥我要向你看起 露屁股 屁股可能 你屁股是很遠的嗎 不是 浩生本來是電影那個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從電影轉電視有沒有什麼 差別你覺得 在演上面有一點差別 其實我那時候跟 立文導演合作第九節課的時候 發現演劇的時候 節奏真的是快很多 因為電影可以慢慢磨 對 戲就很趕時間 對 就是每一課幾乎 一兩個拍我們就要 你跟影星對戲會不會有壓力 那時候我們獨奔的時候 非常緊張 因為媽媽就坐在我旁邊 然後她的氣場很強 超級強 就只是第一次見面 然後獨奔的時候 我非常緊張 要是我跟她演 我怕我會漏尿 演員生涯當中 你最難忘的 難忘的角色 就是 這怎麼說 因為那時候我演 飾演柯寨的時候 那個角色 他是一個同志的一個角色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屬於那種 就是奮不顧身 一直往前衝 然後一直傻傻的愛的那種 那種個性 所以 但是跟我自己本身就是 那時候在做這個角色功課的時候 我會覺得 你做這件事情很傻 不要再傻了 所以跟你的原生個性是不一樣的 對 就是我比較屬於就是會 多觀察一點 然後真的等到確定了我才會 在出手 對 在出手這樣子 浩生你什麼星座 獅子 獅子座 獅子座就是很要面子 自尊心很強 他不能失敗 他一定要成功 他不會傻愛 對 不會傻傻 他那個獅子 就是要出手就要中 就要得到 所以那時候演這個角色就覺得 很痴情 很辛苦 對 那很難培養 那要怎麼掃握 就是我會變成 那時候在拍戲的時候 我真的跟劇組的所有人 都盡量就保持距離 就我必須一直讓自己 沈浸在那個角色裡面 所以我就聽那個古典音樂 然後每天就是很安靜的 在看劇本這樣 演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什麼角色是你最想挑戰 其實我也滿想挑戰看馬哥 DIY 就是 沒有 就是演變態 變態 真的 你想要演這種 其實是滿想 就是我覺得 暗黑的角色 你這種長相就不會變態的人 你就變態不起來 他這個就不用弄都是變態 這就是 因為他 對啊 導演不會找你 他調情人家當變態 你是變態人家當調情 對 沒有 這個可能 這個可能差那麼多 就沒辦法 浩瑟你現在幾歲 26 那可能還要再一段時間 沒有 可能一些 有些角色是需要人生歷練 對 歷練 去感受的 你就是眼神才會有那種層次 像他是因為打了30年的手槍 所以他在演的時候他 對 養兵千日用在一起 不要亂講 你國中就開始了 就開始了 你什麼時候開始了 演戲 他根本什麼時候開始演戲 演戲 什麼時候開始演戲 不要再騙了 他開始演戲 他才不要再騙了 幾歲開始演戲 他就是這樣 20 20 20歲的時候 所以6年 6年的一個 那怎麼被挖掘的 我最一開始也是上了 憲哥的節目 哪一個節目 他節目真的是巨星的搖覽 真的 我猜 哪一個 《綜藝大熱門》 你去那邊幹嘛 那時候是選 校草 就是 到底誰是校草 你就是校草了 對 那時候是 然後就被找去拍戲 就被發掘 然後就被發掘 然後去拍戲 但第一部戲也是因為 那部戲找不到人演 然後剛好 你都科齋嗎 不是 那時候演一個網路電影 對 然後就是 就是演一個流氓 其實那時候拍完之後 有點覺得說 那這就是 來體驗看看 我應該不會再拍戲 那後來呢 結果又拍了 結果因為在殺金球的時候 發現 跟副導演聊天的時候 他發現我會拉小提琴 然後從小就學小提琴 他就說 我下一部電影是要拉小提琴的 那你來試鏡 所以你就去演柯寨了 沒有 還是另外一部 到底 柯寨是兩位 柯寨是兩位 沒關係 演完之後就再也沒有演戲了 對 然後是到 也是渠導 就是渠導他 刻在這一部電影 然後找我去試鏡的時候 他跟我聊天 然後 那是我唯一一次沒有試鏡的電影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跟 拍完之後我就問渠導說 為什麼你當時沒有試我鏡 他就說 那時候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願意把我 就是家裡面的一些故事 或是我曾經經經歷過的所有事情 跟他講 他就有信心可以 就是可以讓我塑造這個角色 然後挖出我內心的東西 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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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